而花莲市公有零售市场从业人员的年终业务联谊餐会 也是在中华国小活动中心举行 市长渭嘉贤也预祝大家新的一年心想事成 同时更感谢市场摊商们在疫情期间和工部门攜手抗议 期盼疫情赶快结束市场的业绩长红胡府生风 舞台上精彩热闹的歌舞表演还有丰富的摸彩品 花莲市公有零售市场从业人员年终业务联谊餐会席开80桌 让辛苦一整年的市场摊商们难得能够齐聚一堂 共餐欢庆尾牙 市长渭嘉贤感谢市场摊商在疫情期间和工部门攜手抗议 期盼疫情赶快结束市场的业绩长红胡府生风 在我们市场里面没有任何有状况的事情发生 也没有人染疫 那我们真的要谢谢所有摊商的努力 我们把市场答应大家的事情都做到了 重新市场过去真的漏水非常非常严重 那我们用我们自己的预算跟经济部争取了相关的预算 来让它不要再漏水 我们的地板也持续在争取相关的预算 把各个市场老旧的地方来做补强 那我们看到市场里面有一些厕所也做了大幅度的更新 在这几年带一些文化的元素到了市场之外 也办了几场促销活动 那我们也大概找到比较明确的促销方式 也期盼未来真的能够让市场的活络 市场的精气能够整个真正带动起来 活动现场包括了重庆市场自治委员会的主委陈爱玲 副新市场自治会主委张素红 中华市场自治会主委郑元璋 还有大同市场自治会主委林立云等人 协同的摊商有700多人参加 以前感受围炉的温馨 而最近桃园又爆发了疫情 市长维嘉贤也呼吁大家一定要落实防疫措施 在他任期内最后一年还是会延续以往 举办传统市场的促销活动 希望消费者热情支持 借理会欢迎是报道